朋友 十月份了 这外面都过节了 彩旗飘飘 请问你们那儿也过节了吗 好了 今天呢 我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在俺们这儿呢 每过节呢 外面的警力就非常多 有警车巡逻 这是要干什么呢 要保障老百姓的节日呢 平平安安安全地过节 但是呢 总有不和谐的出来了 9月30号 在上海松江 一个沃尔玛 美国的沃尔玛超市 里面有一个大概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手持两把尖刀 进了商场以后 见人就捅 见人就砍 随机性的 没有任何特定目标的 结果导致了18个人的死伤 就这三个人呢 不信 丢掉了性命 这个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里面的一个不和谐声音 好 第二件事情 十月份的第一天 我不知道怎么会是脑子里突然的 有两首歌想要听 第二首歌呢 是赵船的英勇勋章 第二首歌是邓丽君的梅花 我听到梅花的时候 我忍不住我的脑泪纵横了 我不知道怎么会是 我心中好像澎湃的大海 感情非常丰富 非常汹涌 我庆祝国庆 你们也庆祝国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国庆在哪一天 节日快乐 国庆快乐 我们不服侍大家 在那个阶段 没有 我们不服侍大家 然后我们不服侍大家